你好 我是郝廣才 我最近写了一套书 叫世纪今日 就是每一天 找到一个伟大生命 他那一天的转折 他在那一天转折 所以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你改变了这个世界 当时我就讲很关键的一个 是妈妈 讲一个小朋友 本来看不见 那个两只眼睛两岁的时候被栽掉 结果居然到五岁发展出什么声纳 就他可以 发出高频率的声音 然后看得见 像蝙蝠一样 讲到北野舞的妈妈 讲到就想笑了 因为太好笑了 可是因为这么好笑的故事 后面的感动 就强烈巨大 那不是这样 一个妈妈这样 几乎每一个人 伟大生命 大部分都跟他的父母 尤其是妈妈有关 为什么我要这样写 就是通常我们只知道 伟大生命 伟大英雄 他们做的事情 就只知道结果 不知道过程 不知道这个种子 是怎么开始生长的 所以我每一个故事 一定会写童年 一定会写每一个人童年 他的爸爸妈妈怎么对待他 他的妈妈怎么灌溉他 怎么给他养分 今天我要给各位讲一个 一样特别的生命 叫比尔波特 在1998年9月9日这一天 比尔波特得到美国 全美国最佳推销员的奖 那这样的人应该是能言善道 甚至一定要长得 高大帅气 否则怎么会有人 跟他买东西呢 偏偏比尔波特 不是这样的人 他在66年前出生那一天 在接生的时候 出事了 造成了他的脑性麻痹 结果呢 就讲话口齿不清 好像含着一个蛋一样 不曉得在讲什么 然后最麻烦是他的脊椎 直不起来 都是这样弯的 然后一只手呢 一定是背在后面 完全没有用 只有一只手可以动 本来他在美国 是可以领残障救济的 可是他不要 他不想被人家救济 因为他的爸爸 是金牌推销员 所以他的妈妈 不断跟他讲他爸爸 多么厉害 多么会讲故事 多么 这个得到客人的喜爱 所有人都给他爸爸钱 跟他爸爸做生意 可是这时候 他爸爸已经过世了 但他记得 他想要变成他爸爸 所以他就去找一个公司说 我要做推销员 一家一家敲门 没有人要给他做 那为什么去应征推销员 因为推销员是所有公司 最需要的工作 就是有人帮你卖东西 哇那太棒了 可是推销员是最难做的工作 为什么 心理上最难 因为推销员要不断的被人拒绝 所以最多公司 需要好的推销员 可是推销员最难做 因为他的心理压力 还有心理 这个强度要很高 还有加上技巧要得到别人信赖 那像他这样口齿不清 又长得怪怪的 这样怎么可能做推销员 所以每一家公司都是很客气的拒绝他 跟他说我们再跟你联络 我们再跟你联络 好了到了最后一家公司 他知道这一定没希望 这时候他跟那老板说 他本来要走出去了 最后他回过头来跟老板说 这样吧老板 你给我你那个销售 最差的区 就哪一区 是生意最差的 给我给我做 我如果失败了 你没有损失啊 对不对 你不用发我钱 推销员的这个 赚的钱来自这个 commission 来自佣金 所以你不用给我钱 如果成功了 那老板你就是英雄了 因为你慧眼是英雄啊 你才是真英雄 老板想 好吧 也对 就被他说服了 然后给他试 他第一天出门 果然从早上一家一家敲 有的人一看到他这样 马上把门关起来 有人跟他说我们不买东西 啪啪啪 到了中午 一单生意都没做成 甚至没有跟别人多说两句话 这时候很沮丧啊 坐在公园里面 拿出他妈妈给他准备的午餐 这吐司面包 结果打开一看 哎呀 他妈妈用果酱 在面包上面 写了两个字 一个是 耐心 pation 一个是 等待 waiting 就是你要等待 啊 他就笑了 原来他妈妈早就料到他会这样 结果 他吃完午餐 再去敲门 结果居然给他做成了第一单生意 来开门的是苏利文太太 苏利文太太居然对他很和善 不但呢 跟他讲话 还请他到屋子里来坐 然后呢 还倒了一杯酒给他喝 他也第一次喝酒 因为他喝酒会晕啊 所以他就要了一杯咖啡 好 苏利文太太就听他讲 然后最后跟他买的东西 应该是一个清洁用品 这一下他的自信就出来了 慢慢开始就做到生意 有一天呢 公司接到投诉 投诉什么 就是他有一次到一家去推销的时候 来开门的是一个五岁的小孩 结果五岁的小孩 一看他这样 就吓哭了 所以呢 这个小孩的父母就跟公司投诉说 不要再叫这个人过来 所以老板就跟他说 那一家你以后不要再去了 免得 让那个小孩害怕 就不好意思 可是 比尔有没有 因此打退堂鼓 就避开这家 没有 他亲自再去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果然 叮咚叮咚 门一开 又是那个五岁的小男孩 来 应门 结果这时候 还是怪声怪气的人跟他讲话 可是不是人 是一个布偶 布偶在门边 比如说这门 布偶在这边 比尔躲在这个门后 布偶在这里跟他讲话 所以小朋友就感觉很好玩 居然有真的布偶跟他讲话 小朋友还请他到家里来 这一下他化解了那个小孩的父母的疑虑 从此以后跟这家人变成朋友 你看他就是这样能解决问题 结果他客人越来越多 主要是什么 他的客人都变成他的朋友 可是他为什么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个 他想出了一招来 就是他每天努力去读笑话 收集笑话 所以他去推销之前 一开门就先跟人家说笑话 说一个小小很好笑的故事 然后他越讲越好笑 别人看他这样讲 也感觉很好笑 所以很多人即使不买东西 就开门跟他聊天 听听他的笑话 今天也算有赚到 那他也没说 这个家伙 那个 听了三个笑话 结果也没买东西 下次不讲给他听 没有啊 当然不计较 所以他就变朋友越来越多 甚至帮他们解决问题 他们 有困难 再要找人请听 或者要干什么 都请他来排解 他变成一个大家的朋友 所以这样生意也会很好 结果有一天他回家 发现什么事 啊 妈妈不在 等了很久 最后 警察把他妈妈送回来 然后他就问他妈妈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呢 啊 原来什么 他妈妈得到失智症 后来他妈妈就决定了 自己要搬到 那个 照养中心 就照顾中心 等于养老院 妈妈就跟他说 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我本来想要照顾你的 结果呢 现在变成你的负担 没想到这样 可是比尔呢 非常幽默跟他妈妈说 不要紧 我们两个扯平了 就是以前呢 我是你的负担 现在我可以养你 就是这个意思 好 你看他就这么幽默 然后有一次 比尔过马路的时候 被公车撞了 其实是他自己呢 没有看清楚灯号 太急着过马路了 结果呢 律师 保险公司 还有 这个公车的公司 都愿意陪他 他不要 他坚持 是自己搞错了 就这是我的错 不赖别人 他坚持自己出钱 不要任何 一毛钱赔偿 他就是这样 可是等他病好的时候 再去 苏利文太太家的时候 来 应门的人 不是苏利文太太 是苏利文太太的儿子 原来什么 他在医院休养的这个时间 苏利文太太过世了 苏利文太太的儿子 把他带到一个房间 然后把房间的门打开 里面全部都是那些清洁用品 特殊的化妆品 一大堆东西 通通都是苏利文太太 跟比尔买的 其实怎样 苏利文太太 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他都没有用 他就是喜欢 跟比尔在一起 听他讲话 苏利文太太自己呢 也有一点孤单 所以他就把比尔当朋友 那每一次呢 他想帮助比尔 跟他买东西 所以他才知道 苏利文太太对他这么好 你看 人生就是这样 你要碰到贵人 而这个贵人所以贵要高贵 就是要高贵 这个时间呢 有一个人来找他 要帮他做报导 这个就是当年 他呢 下哭的那个小孩 现在已经变成记者 所以他写了一个比尔的报导 结果登上了读者文哉 全美国都知道 所以他因此在1998年9月9号 得到了全美最佳推销员的奖 他在颁奖的时候说 可惜我妈妈没看到 最可惜就是这样 就是我要感谢大家 有这么大荣幸给我 因为我爸爸 是一个金牌推销员 所以我今天做到了 但可惜我妈妈没有看到 其实后来因为各种网络的行销 或什么什么 这种 door to door salesman 就是 一家一家 上门推销了 这个慢慢就没落了 可是比尔怎样 明明他可以拿退休金 再加上 残障的补助金 他可以好好的 他不 他就是 跟老板说 你就用我吧 用到最后一刻 所以他是他们公司 最后一个 推销员 好 他在死前还在给客人写 圣诞卡 所以他等于 在生命的最后 都在燃烧 都在发光 你看 这样一个生命 本来是绝对注定是悲惨的 很难有光 没有 他把自己燃烧起来 这个不是 伟大的妈妈来帮忙 那是怎样 可是 这些妈妈是原来伟大吗 不是吗 而是他们爱 产生了这个力量 就会灌注到孩子的生命 就我一再讲 孩子不用倒霉的时候 你才教育他 你平常就要 告诉他说 世界有这么多丰富的故事 所有人会碰到 这么多丰富的问题 你呢 一定有办法 可以解决 这很像什么 这很像什么 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说 大象 大象如果要吃树上的果子 用什么 鼻子啊 可是大象的鼻子是不是很神奇 因为所有的动物 所有的生物 都是有对称的 两只眼睛 两只手 对吧 两个耳朵 都是对称的 没有一个动物 是有鼻子可以 拿来当手用的 比手还灵活的 比手脚还灵活的 没有 如果这是常态 应该有很多类似的动物啊 只有大象的鼻子这么灵活 所以这个鼻子不是天生的 是什么 一代一代一代努力 就是我的 大象手脚 搬不到那个树上的果子 所以我要用鼻子 所以我越练越练 一代一代 越练越练 越长 越来越厉害 最后变成天生 是吧 所以我们所有的能力 都是这样练出来的 好像那个 失去眼睛的小朋友 会练出 声纳系统 像比尔波特 这样一个脑性麻痹的 这个朋友 居然变成金牌推销员 居然变成 所有人都在期待 他讲笑话给大家听 所以这个是练出来的 就跟大象的鼻子一样 所以 为什么你要读 四季今日这样的书 为什么要听这样的故事 因为有了这些故事 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会想起来说 有一个人叫 比尔波特 他 克服了这些挫折 有一种动物叫大象 他克服了这些困难 所以我也做得到 好 如果有人看到这个 出来抬杠说 那死以兽也是这样 那死以兽的鼻子也是练出来的 不是每一个动物的鼻子都可以用来吃东西的 所有事都是练的 你会变成舞蹈家 你会变成音乐家 你会变成文学家 你会变成律师 变成医生 难道不要学习 不要练吗 都是要花力气 累积出力量来的 你能够说故事 你能够用故事表达 你能够用故事来丰富自己的生命 也是要看故事的 所以 为什么要在这些真实的故事里面 散步 或者游走呢 因为我们要在这些故事里面 预见 理想的自己 就是我郝广财 我某某某 会变成一个理想的自己 而且会不断的往上 日日创新 日日翻新 每一天都有新的自我 好